这个人面兽心的老师 趁着一对双胞胎姐妹来家中补课时 竟产生了歪念仕途侵犯他们 还好姐姐来得及时 在后面用二十米大剪刀结果了她 最后姐姐也受了重伤当场去世 妹妹也无法忍受恐惧和被侵犯的羞辱 在房子上掉自杀 双胞胎姐妹死之前怨恨太重 鬼魂在她家里久久不肯离去 不久后 一个不知情的男儿阿豪来到这里租房 公寓管理员狗叔把她带到了这个房间 狗叔说房间很好 但开门前敲了三次裁判进去 进去后马上点燃三根青箱四处摆衣 没搞意啊 离开前狗叔还没有望在门口插上三根箱 门前三根箱家里有人散 前然这房子似乎并不简单 但对阿豪来说已经没关系 因为阿豪已经跌入人生的低谷 妻子和孩子早早离世 加上生活的压力 阿豪早已对人生失去了信心 打算在这里了结此生 抽完最后一支烟 他毫不犹豫地踢开凳子 想和家人团聚 刚好给这里的双胞胎姐妹 找一个肉身 只见眼前的白布逐渐变成人形 慢慢地向他靠去 最后人形变成了一股白烟 钻进了他冰死的身体 绑在绳子上的阿豪被迫做出了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 关键时刻 一个身穿睡袍的道士破门而入 凌空一跃 一刀割断绳子 然后双手捏拭 开始念经曲血 双胞胎姐妹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控制着阿豪的身体 与道士展开激烈的搏斗 两人拈来我往不相上下 然后道士找准机会 把阿豪压在镜子前 用反射的阳光 把不干净的东西冲出体外 一眨眼就消失 当邻居们听到动静 纷纷前来看热闹 他们看到阿豪吐出大量的脏东西 这一梦吓坏了所有人 道士只能驱散所有邻居 让阿豪好好休息 但人群中的千鹤却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似乎对这对双胞胎女鬼很感兴趣 鬼门关走了一趟 阿豪暂时忘记了自杀的念头 他以为冤魂不会再纠缠他了 但到了晚上 阿豪听到门前有动静 出于好奇 阿豪悄悄地从猫眼里看去 他发现一个女人在偷窥他的房间 他立即打开门 发现女人半夜在偷死人的气体 可他一转身 女人吓得迅速逃跑了 阿豪感到很困惑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背后的情况 然后他来到楼下 想对道士说声感谢 这里的老板名叫四目道长 足足背背都是捉鬼大师 但现在都是火葬 僵尸越来越少 为了谋生只能转行炒糯米饭 这时 一位老太太没一来到阿豪身边 她是阿豪的邻居 是这里著名的老好人 经常给邻居免费补衣服 还经常帮忙买菜做饭带孩子 出于善良 没提醒阿豪 你 打算在这里住多久 二四四二 是不是不是那么吉利 这家屋吉了很久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阿豪似乎不懂 也不太在意 没算生活贫困 无子无女 但他和丈夫东叔的感情特别好 生活也很舒适 晚上 东叔去走廊扔垃圾 就在他回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奇怪的笑声 出于好急 东叔看了看楼下 发现一个小男孩蜷缩在角落里哭泣 他正想上前看看 突然 他的脚一划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当场死亡 这时 在家采缝纫机的门 心里感到不安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奇怪的是 东叔晚上竟然若无其事的回家了 没给他泡脚时 发现了他的异常 话音刚落 梅一在梦中惊醒 他意识到东叔一定发生的事故 东叔的理血量没有无法接受 梅一立即到楼下 找到另一位道士千后 但千后复活东叔的方法竟然是练习 这次一定要选四阴之地破败子供 之前我们用泥土拂住东叔 今就不用挖坑埃尸 用阴气最重的香榨木棺来放东叔的肉身 寻良远离地下 在千后的指导下 给东叔带上了铜钱面罩 并告诉梅一 一定不要摘下铜钱面罩 在七天后 东叔回魂夜就可以回来 但千后回到家后 连路都走不稳 他慌慌张张地拿出一个坛子 从里面抓了一把像骨灰的东西 用灵符包住 马上抽了一口 这才淡定下来 另一方面 阿豪在门口遇到了上次偷祭品的风源 他抱着儿子躲在角落里四色发抖 就在他想上前问点什么的时候 身后去传来一阵声音 回头一看 四个高高的阴兵 撑着四把破旧的油脂伞向他们靠过来 兵人向路 让人回避 两个人靠近墙底 闭上眼睛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阴兵离开后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风女人立刻带着孩子离开了这里 阿豪对风女人似乎很感兴趣 所以他好奇地跟着他 很快来到一个电像房 房间里有一张破旧的小窗 旁边还一直烧着蜡烛 仿佛在供奉着神 就在阿豪想继续检查的时候 公寓的管理员狗叔拦住了他 告诉他 原来风女人叫凤姐 儿子从小就得了白血病 他们被收留在这里 是因为他们的母子很穷 那为什么这个凤姐 老师偷看阿豪的房间呢 原来他们曾经一直住在 现在的244号房间里 她还有一个温柔 而有礼貌的老师丈夫 但她的丈夫 在和一对双胞胎姐妹补课时 有了邪恶的想法 试图侵犯他们 结果偷鸡不成十把 她姐姐拿起剪刀刺伤了她 然后死在姐姐手中 最后姐姐也受了重伤 当场去世 妹妹也无法忍受恐惧 和被侵犯的羞辱 在房子上掉自杀 凤姐回到家后 看到这一幕当场吓风了 从那以后 凤姐再也不敢进入那个房间 她每天都去242号房看一夜 但每次都被里面的凶鬼吓跑 虽然很害怕 但她还是每天都去门口看看 狗叔看到女人可怜 就把母子安置在店表房 得知一切后 阿豪也对母子产生了怜悯之心 决定帮助他们 她再次来到四木道长家 在这时 四木道长正在家里招待鬼魂 他说自己离开人时候 也会留在这里 不如提前打好关系 然后开始介绍了墙上的法器 上面沾满了祖先的血 但他从来没有用过一次 阿豪不再多说了 直接表明来意 希望四木道长帮忙 收服兄宅里的恶灵 这样凤姐的母子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四木不想帮忙 还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阿豪没有强迫他 只能失望地回到房间 然而 他一进屋 就被泼了一身黑薄器 在他做出反应之前 然后被绳子勒住了脖子 只看见千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服 贴在阿豪的额头上 然后口面咒语 两个厉鬼很快就被召唤出来了 前后召唤出两个女鬼后 没想到自己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几轮之后 背负身后的阿豪打的口吐血 动静很快引起了四木道长的注意 关键时刻 四木及时赶到了 两人一起施放 才把女鬼从阿豪身上打出来 接下来 两人再次联手 用红线作为武器 将两个女鬼绑在一起 然后用力一挥 把女鬼封在衣柜里 事后 四木一个大嘴巴子 抽到千和脸上 千和并没有生气 还说一会就会把柜子烧毁 但千和回家后 不但没有烧掉 还撒了一层室友封住柜子 显然 留下双胞胎女鬼 她还有另一个目的 既然双胞胎恶灵被抓 阿豪就邀请凤姐的母子 回到那个房间 这座阴暗而奇怪的胸房 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温暖 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 但四木发现了 最近邻居身上 总是能闻到室友的味道 经过询问得知 他们的衣服都是梅一帮缝补的 而且他们已经好几天 没见过梅一的丈夫了 然后狗叔告诉四木一件事 他在楼梯间看到了满地的鲜血 在血探中还发现了东叔的金养 东叔可能已经去世了 而且狗叔听凤姐说 他看见东叔被一个男人杀了 那个人走的时候 后面还跟着很多孩子 所以只有偷羊鬼仔的千和最有嫌疑 四木道长觉得情况不对 就让狗叔去千和家看看 这时梅也找到了千和 因为这么多天过去了 东叔除了头发和指甲变长外 似乎没有醒来的现象 他问有没有办法快速让东叔复活 千和告诉他 要想见孝快 那就去找一些童子鞋给东叔喝 话音一落 突然挑门声响起 狗叔来到拜访千和 他一进屋 狗叔就偷偷地往地上扔了几颗糖 地上的糖很快引起了小鬼的注意 悄悄地偷走了一颗 狗叔自然注意到了这一切 他得出结论 东叔的死一定与千和有关 千和从小就喜欢玩这些阴险玩意 最后他拿出东叔的金牙 问他东叔在哪里 但下一秒 梅一担心事情暴露 经残忍地杀了狗叔 梅一做了一辈子好人 为了爱人竟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 回家后 他满脑子都是千和说的童子戏 于是他把凤姐的儿子当祭品推进了厕所 不管男孩怎么哭 梅一都不为所动 此时此刻 他一彻底变黑化 里面的东叔也露出了爪子 一声尖叫后 一切又恢复了瓶颈 这时 四目家祖传的罗盘慢慢转动 这意味着附近真的有僵尸出现 千和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晚上天空电闪雷鸣 这是预示着大兄的征兆 当四目来到梅一家时 发现这里以血流成河 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一场恶战 这时 一只手突然捂住了四目地嘴 然后一只僵尸出现在他身后 僵尸停留了一会儿 感觉不到人类的气息就离开了 千和就惨了 被僵尸咬到全身受了重伤 他告诉四目僵尸是他提炼出来的 原来东叔那天摔下楼梯后并没死 千和正好路过 就想好心帮了他一把 没想到东叔以为是千和要害他 情绪激动 一时站不稳 从十七楼摔了下来 千和本是个僵尸之人 两年前得了肺癌晚期 命数已经他早该死了 所以他经常吸引阴兵来访 如今每天都靠吸入养小鬼的阴气 剑阴还阳才活到现在 但是身体越来越差 普通的小鬼很难蓄灭 于是他开始打起了双胞胎女鬼的想法 打算练动术的尸体当容器 来收下女鬼的灵魂借尸还魂 女鬼双生同爱用他们的魂来蓄灭 比小鬼的阴气强多 没想到梅伊不听劝阻 不仅摘下铜钱面具 还献祭了铜子戏 现在养虎为患 自己也失去了生命 现在只能靠四目为他收拾烂摊子 但面对法力滔天的僵尸 四目也没有胜算 孩子开始出来四处寻找 在他来到封印女鬼的柜子前 他以为孩子被锁在柜子里 二话没说立即打开衣柜 结果他释放出了双胞胎女鬼 凤姐假装看不见才逃过一劫 这时凤姐在走廊尽头 看到了儿子的魂魄 追过去一问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 儿子告诉他是东叔姚死的 痛苦的母亲决定去找僵尸复仇 凤姐割破自己的手腕 拿着狼牙棒很快引来了东叔 为了给死去的儿子报仇 他毫无畏惧 他拿着狼牙棒冲醒东叔 但这无异于一卵机事 僵尸不仅刀枪不弱 而且速度惊人 几回合后 凤姐就被嘎了腰子 就在这时 阿豪出现 直接扔出了一个燃烧瓶 但僵尸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反手向他扑了过来 刚好扑进糯米堆里 就在这时 双胞胎女鬼突然出现 这一次 他们放弃了阿豪的身体 直接靠近僵尸 恶鬼与僵尸三者结合 东叔瞬间觉醒 成了独一无二的尸王 凌空一跃 一根钢管扔了出去 这时 四目道长也赶了过来 他为阿豪包扎了伤口 用鞋在身上画了一道镇魂符 镇住了阿豪的伤势 然后他在走廊里布置了五星镇法 用射把僵尸引到镇法中 很快僵尸就杀了过来 四目见状立即启动五星镇 盆里的铁钉也扶了出来 一旦按一下 就不能在中途拔出来 一触即发五星运行 血流到哪里 镇中就会发生铺天盖地的电影 显然 第一个属性对阿豪帮助不到 然后转向墨属性 藤曼瞬间长在墙上 缠住僵尸 阿豪看到疯狂的平A 但是僵尸皮粗肉好 这种战斗里刮杀都不痒 四目刚说完 僵尸就挣脱了藤曼 阿豪很快就不是僵尸的对手了 罗盘上的先来到了图属性 为了帮助阿豪争取更多的时间 四目牺牲了一只手臂 辽东第一喊人看到你都叫你一声大咤 僵尸终于被压住了 不能移动 四目见状不过疼痛 把桃木剑扔给了阿豪 阿豪拿到剑向刺上去 没想到被僵尸折断了 这时罗盘上的先来到金属性 金属是五行界中最强的的 可以让太阳从夜晚短暂升起 四目喊人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一点没有欲直接拉着红绳从楼上跳下来 被红绳抓住的阿豪和僵尸一起拖了下来 随着罗盘转向阳光照射的僵尸和活属性的加特 圣火瞬间燃起 身体慢慢燃烧 体内双胞胎的灵魂也被烧出来 使上最强的僵尸组合瞬间变成灰烬 这时 梅伊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一切 他自知罪恶深处 便拿起玻璃依然在爱人身边自杀 与东叔一起化为灰烬 生命成可贵 但爱情价更高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恐怖不是鬼魂和僵尸 可怕的是人性 为了自私和活命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杀人 放货 吸过灰 我是东叔 感谢观看